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周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阿N与大家分享的粤剧名领就是《吕玉朗》 《吕玉朗》生于1917年,出于1975年 他是粤剧的演员,专攻文武生 在1930年,《吕玉朗》就没有读书了,《绝学丛艺》就开始学习粤剧 口头上,他就拜了正胆传为师傅 第二年,1931年,他就正式拜了王宗皇的门下,学习粤剧 在1932年,《吕玉朗》加入了日月星班,当一个下层的演员 在1937年,加入了《郭仙声》剧团,担任《第四小生》 同年,即1937年,他就拜了薛国仙为师,跟薛国仙学习粤剧 在这个时期,正式开始,以《吕玉朗》来做艺名了 在1940年,《吕玉朗》就一直升到第二小生这个位置 在1943年,《吕玉朗》加入大中华剧团,担任文武生 在1949年,《吕玉朗》就和《楚咒云》、《鹿云飞》等人合组了《永光明》粤剧团 在1952年9月,《吕玉朗》就参加了中南区第一届戏曲观摩会的演出 主演了粤剧团,主演粤剧团 在凭借着该剧,他就获得了演员奖的奖状 同年十月,他就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这也是凭借着剧目《平贵别遥》就获得了演员一等奖的 在1956年,《吕玉朗》就担任《太阳声乐剧团》的团长 1957年6月7日,在《南方日报》举办的《选举最受欢迎》的粤剧和演员投票活动中 在1958年,《太阳声乐剧团》就聘入了广东粤剧团 在1959年8月,《吕玉朗》就跟随广东粤剧团去朝鲜演出了44天 在1961年2月9日至3月28日,就跟随中国粤剧团去越南访问演出了45天 在1965年,在1965年参加了中南地区戏剧观摩会演 在1966年开始,《文革》就开始了 那《吕玉朗》就被下放到英德茶场那里,就改造种地四年那样多 一直到1971年,他才回到家乡学山那里演出 在1975年年底,《吕玉朗》就因病逝世 那当时,《吕玉朗》只是年近58岁 《吕玉朗》是文武生行当,他最擅长就是演《小生》 在《小生》表演的艺术上,《吕玉朗》继承了涉胎的特场 他有半个涉胎的美语 《吕玉朗》技艺高超,《脚门好》 《在舞台上》,《体态轻盈》,《灑脱》,《伸段优美》,《温文耳雅》,《乐乐大方》,《唱康独特》 大家在《气行》里都称他做《镜康》 接着我们就会详细地再介绍一下《吕玉朗》的人生经历 《吕玉朗》原名叫做《吕玉朗》,他自幼家境贫困 《吕玉朗》便喜爱粤劇 每逢乡间有戏班演出的时候,他都会日夜地守在《气棚》里观看 简直是废寝忘餐看到 在《吕玉朗》七岁的时候,他就跟随着爸爸迁居了廣州 就在这些私属那里读书 然后,时间到了1928年,《吕玉朗》的爸爸就不幸病逝了 此后,《吕玉朗》就只能靠他的哥哥维持去读书 也是靠他的寡母帮人补衣服来做户口的生活 在1930年,《吕玉朗》没有办法 因为《吕玉朗》结果是绝学,去拜师学粤劇 在这个时候,他就在口头上拜正胆传做师傅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吕玉朗》的《恋藝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休息一下先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希望你留言点赞和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吕玉朗》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吕玉朗》的演艺人生 好,拜拜!